立法院长游锡坤今天专程抽空返回宜兰 参加宜兰县民宿协会2024年度的会员大会 除了赠送书籍给民宿协会之外 也公开在大会上呼吁这次选举 政党票支持6号的民进党 让他能够当选不分区立委 进而继续来担任立法院长 我这个现在现任一定是民进党给你取名的 我现在继续民进党又继续 算我做不分区立委白地第6号 所以说民进党本身这个 这个抽签也抽到第6号 所以我要请宜兰乡亲夫妻 继续听守书类 书类社政党在国会可以过半 过半了后悉坤才有机会来认识 立法院长 而在接受媒体访问时 优西坤也表示 赖清德的太太的妈妈是罗东人 因此也会相亲 支持也是宜兰女婿的赖清德 能够当选总统 另外立委选举要支持 属于宜兰农家子弟出身 爸爸也是宜兰第一批民宿业者的陈俊宇 能够进入国会 与他一起为台湾的民主 以及在国会奋斗打拼 所以说五一已经四个营党了 我们宜兰人做过 但是总统跟副总统 宜兰人要不要做过 现在好不容易 有一个宜兰人的争害 就是罗青德 他是二号总统候选人 他就是宜兰人的争害 因为他们太太妈妈是罗东人 所以我感觉 说这个人亲头亲嘛 所以大家来支持 赖清德五号的赖消费 让他们可以动算 如果这样我们宜兰人 虽然到现在没有出中国副总统 但是既就出一个总统是宜兰的争害 我想跟大家说 再来就是宜兰人的赖消费 陈俊宜三个议员 三个议员 很优秀 就是说经验已经很丰富了 也很努力 他如果动算 定义由赖清德五号的赖消费 继续做立法议员 在这里跟大家拜托 我们有些议员 如果没有他的打拼 我们没有这尊的雪水通车 也没有让大家清晨的童晚节 所以同样要拜托 我们所有的乡亲士大 我们共同来支持 这个 驚我们台湾的 这个中的路的 这个候选人 选中的人 驚中的路 支持我们的 宜兰警察 我们的赖清德 来动算总统 听秀我们龙家主帝 丹尊武来动算立委 政党票请支持我们民进党 来支持我们尤其君 连任我们的立法院政 宜兰新闻记者 石世民财龙八道 去到这边